前文再續書接上一回 上次我講到堂堂有名的亨將鄭倫 竟然在孟宗死一個無名下將之首 姜子牙心裡頭好悲痛之後生氣到極 連亡命楊展出陣營地 楊展和金大仙都是洗三尖兩人刀 兩人大戰三十幾個回合依然未分勝負 正東楊展準備用照妖鏡 來照對方是何方神聖的時候 哎呀呀沒有提防金大仙向楊展噴出牛王 這件寶好像一塊火球一樣 只是飛過來要傷楊展 楊展竟來得太急怕傷到自己 金王發作一度金鞍 向著正南方向走去 金大仙隨後趕來 他的獨角獸離得快 只見楊展正在握時機 金王拿出照妖鏡來照他 一看 哎呀 原來是一隻大水牛 楊展另轉身 竟然說變化來捉拿金大仙 誰知道在這一陣 突然間 前面飄來一陣陣的香風 疑香薄鼻 適領五彩長雲 在長雲之中 隱隱約約約見到有一對黃番飄蕩 當中有一位道姑 其中一隻清聯而來 道姑的兩邊有三四對女童幫助 沒多久就聽到女童叫住話了 楊展快點過來見娘娘聖家 楊展一聽金王上前拱手師禮話 弟子楊展參見娘娘 那個道姑就說 楊展 我並不是什麼神 我是女禍娘娘 今見成湯氣素已盾 周失當興 專程來助你韓服梅山妖怪 嘩 女禍娘娘都出賣 認真不簡單 你這隻牛鬼 還不救得甩 又會這麼對的 港股嘛 港股就千萬不要博股 情節緊張 不要撐亂過病 說回女禍娘娘 命楊展站在一邊 就對親民女童話了 用這件寶貝 去跟我將那個葉像牽過來 是 親民女童接過寶貝在手 只認金大聲腳踏陰雲 她都還濕下濕下 不知道自己大爛臨頭 提都直殺過來 親民女童上前攔著她大聲說 葉像 娘娘性家在此 優得無禮 現在不奉娘娘法子 得來捉拿你啊 金大聲就不知天高地口 聽到剛才的說話 勃然大陸 什麼娘娘法子啊 我都未曾驚過 講完將三占兩人都 向上了舉 劈頭劈臉就撞過去 親民女童 張福妖索第一半孔之中 哎呀 奇怪了 奇怪了 就見到黃金烈池 將金大聲穿著鼻歌 用銅鎚在金大聲的背眉上 霸霸霸…打到三四下 跟著十四下 然後聽到一聲拒響 神大聲即時宣出原諒 果果然 affili 是吧 樣子 snky 楊展這個仇上前倒身下拜 她說:「多謝梁梁相助,弟子楊展願梁梁勝壽無疆。」 呂窩梁梁就說:「楊展,你且將這個牛怪帶回周營發落,我還會助你修復百元精怪。」 楊展道謝說:「麻煩,梁梁,弟子告辭。」 道謝告辭之後,就將牛牽回去了。 這裏我們且講姜子牙在中軍帳中,得知楊展化金剛藍圖,去追趕敵將。 她心裡很擔心楊展的安危。 那些喇沙就上前說:「師叔,不用擔心的,楊展他自有辦法對付。」 那些喇沙的說話,話口都未完, 有報買進來品報說楊展回來了。 於是楊展將呂禍梁梁,用伏妖索收服牛怪的事情, 從頭到尾講了出來,她說:「現在牛怪已經來到圓門。」 請元帥發落。 好!哈哈哈哈! 楊枝牙命諸侯一提出去圓門, 觀看處斬牛怪。 你都圓門,楊枝牙命牽過牛怪過來, 用綁腰索把這隻怪物綁在地上, 吩咐藍公式行刑。 只見藍公式手氣一刀十聲, 牛頭落地。 楊枝牙又命將牛頭掛在棋桿上示蹤, 八十萬人馬齊心歡呼,震撼失河, 大家都很歡喜。 楊枝牙回應問楊展, 已經絕了梅山幾怪。 楊展算都算,她回答說, 啟稟原稅已經滅到六怪。 楊枝牙就說, 全令眾諸侯今晚兩間齊劫成湯大營。 到了二間時分, 只見楊枝牙騎著四筆帳一聲令下, 炮聲震天, 就變率先殺入成湯大營。 楊展聽聞說, 周將劫營, 馬上馬。 提軍出戰。 剛剛出道中軍, 這麼巧就撞到楊展屋。 兩個人也沒答馬, 就殺張起來。 楊展大戰楊紅, 真是好一場惡鬥, 大家都半斤八兩, 只殺得愁雲蕩蕩, 慘無紛紛。 楊紅現出原形, 先在半空之中, 對著楊展屁頭屁腦, 就是一棍就撥下去。 打到火星四射, 楊展有七十二變化, 跟著發出一度金光, 也先在半空裡頭, 照著楊紅的頭頸, 一刀就屁下去。 楊紅也有八九功夫, 除了發出一度白氣, 護著自己的身軀。 楊展的大聲說, 梅山後頭, 煙鑒在這兒搬門弄虎, 抓住你一定要 剝你的皮, 抽你的筋。 楊紅生氣起來說, 哼哼, 你有多聰明才行, 竟敢殺害我的兄弟, 我和你勢不兩立, 如果被我抓住你, 一定要把你碎屍萬斷, 放解我心頭之恨。 兩人各見神通, 互賭變化, 一時未見高低。 楊紅他心想, 這個時候周冰已經攻破大營, 你又很難以支撐下去, 不如騙他上梅山, 入我的巢月裏面。 到時候, 我再想辦法施展自己的法術, 那時候再捉拿他都未遲。 於是就起了大營, 化在黑道青江, 即往梅山逃走而去。 楊展又怎麼放過他? 見楊紅氣抹中青江而逃, 急忙中暴者討頓,緊追不放。 突然間, 這見楊紅搖身一扁, 變成了一塊怪石頭, 洞在路邊。 楊展追下追下, 向前一望, 為何不見到楊紅呢? 心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楊展有三隻眼, 哈哈, 聰明就聰明在這裏。 這見楊展即刻運用神光, 靜眼向前一望? 哈哈哈哈, 你這傢伙變成了一塊石頭, 想瞞過我? 你都未睡醒的。 楊展講完, 搖身一變, 然後變成了一塊石像, 手撿隨轉, 上前對著石頭, 就脫下去。 楊紅一看, 哎呀, 糟! 這樣都可以, 為何被他識得穿呢? 又發了一陣清風, 向前走去。 是這樣, 兩個人, 覺洗神通, 看白, 已經差不多趕上梅山。 突然間, 又不見到楊紅。 楊展的心裡有點猜疑, 給你, 這條這樣的小小的鬚去哪兒呢? 四周圍這麼望, 四周圍這麼穩, 猛延間從山崖的下面傳來啊聲巨響,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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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展見這麼多猴子左右夾攻, 這麼搞的,想得多難取勝, 他想,如果這麼搞的, 偽多都會生氣死象, 不,吃虧不虧, 不如申下山再作打算, 想完就發出一道金剛, 就走人了, 楊展剛剛轉過一座山坡, 哎呀,奇怪了,奇怪了, 他側意一聽, 好一派鮮樂的音響, 再向前一望, 嘩,好光猛啊, 滿地長魂了妖, 再認真望過去, 又見到女和梁梁家林, 楊展這時趴伏在山下叩叩, 弟子楊展不知梁梁性格光臨, 又失迴避,望梁梁書墜, 女和梁梁梁就說, 楊展, 你雖然是玉泉山金霞董, 玉頂真人的門徒, 善會八九變化, 但是, 仍然未能降伏此妖怪, 好吧, 我就將這件寶貝傳授給你, 便可以將這個惡怪收服, 楊展叩頭拜謝, 呂窩梁梁梁就轉身回宮而去, 各位, 你猜測呂窩梁梁, 給了甚麼寶貝楊展呢? 猜不到吧, 不要猜測了, 就讓我這個港股佬如實到來吧, 各位, 記得赤貞子收他的徒弟殷孔的時候, 用過一個太極圖, 現在呂窩梁梁梁, 交了一個圖給楊展, 是甚麼圖呢? 楊展把這件寶貝展開一看, 心裡不知多歡喜, 此乃山河射擊圖, 楊展一一依法而行, 將圖掛在大樹上面, 掛好了, 楊展幼稚上梅山, 依然走回舊老, 楊展在梅山上邊, 突然又見楊展上來, 大聲說, 楊展, 你這魂你還不衰硬? 天堂有路, 你不走都地下無門, 你自內透, 你自己拿來死的, 楊展放聲大笑, 哈哈哈哈, 你今天是這麼大了, 洗三尖兩刀, 直取楊紅, 楊紅洗棍, 劈面交還, 兩人大戰了一陣, 直見楊展另轉身就跌, 楊紅就以為得米, 怎肯放過楊展呢? 哼哼, 我都說你衰硬的, 我看你走得去哪兒, 隨後馬上趕過去, 楊展落到梅山, 向前又走, 忽然前邊有座高山, 楊展上到山, 楊龍又緊緊趕上山上邊, 咦? 楊龍他又怎知道這座山, 那是呂和良良賜的山河社織圖, 變化出來的呢? 楊龍趕上身來, 已經入了圈套了, 上得來, 就在夜落不回去, 只見楊展張身一躍十聲, 下到山河社織圖, 楊紅在山上邊左喘右跳, 不知所措, 為什麼? 哈哈, 這個山河社織圖, 就好像四象變化, 有無窮之妙的, 個人想起山, 立刻就有山出現, 想起水, 前面就有水, 想向後就退後, 想向前就向前, 楊紅迷迷糊糊之間, 不知不覺就現出了圓形, 原來是一隻白圓來的, 忽然間, 有一陣香風破鼻而來, 一索, 嘩, 嘩, 味甘, 好甜好甜, 認真香噴噴, 這隻猴子, 順著香味傳來的方向, 看過去了, 看前面沒有多遠的地方, 有一棵大樹, 猴子之前趴上這棵樹上面, 一看, 看旁邊有一棵桃樹, 嘩, 這棵桃樹呀, 綠葉婆娑, 兩邊蕩蕩蕩蕩, 在樹丫上, 還頂著一隻紅泡泡的仙草, 好新鮮, 好嬌亂呀, 這隻白圓見到, 又怎會不流口水呀? 於是這隻白圓攀枝穿葉, 爬過了一棵桃樹, 還伸長隻手, 扎到仙草下來, 抓住在手上, 聞了聞, 索了索, 哎呀, 淨香撲鼻, 認真夠新鮮呀, 不敢十分歡喜, 他都沒有你這麼好戲咯, 一口就誓下去, 照都嚴恥呀, 索上鼓聲, 就把仙草整個吞了落塗, 吃完這隻仙草, 正想說, 找一棵樹, 叫一下休息, 休息回陣, 怎知都沒有了陣呢? 忽然間就見到楊展, 抓住把劍, 瞪瞪瞪聲, 走過來,